大家好 给大家看看这个 头上的小打鱼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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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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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高快快 快点 出了 出了 叫声 快点 快点 试试不要 这是什么哈的哈不当了 咱们不当了 喂 这话还说呢 红尺盘说 好 我七周最来的 七周最来的啊 你现在 你现在来看 不是很急啊 嗯 你是很急啊 红尺里人 你要去哪儿 你要去哪儿 头上的小打鱼 哎 大家好 大家好啊 这个是就这个前天吧 四川省鹏州市啊 姓鹏的鹏 州县的州 原来应该叫鹏县啊 应该叫鹏县 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旅游区啊 这个发山洪了 发大水了 这个死了可能有十来个人吧 连死带伤 加上失踪啊 失踪基本就活不了了啊 我看海外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 但是我刚才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当地政府还是尽可能的尽量的提醒了 你看这些普通的中国人 有的时候也挺可恨的啊 就是说他一点都不听从劝告 这种集体无意识 呃 说的难听点 集体犯傻逼 集体没素质 集体他妈的不遵守规则 是吧 去年河南郑州发大水 那是那个地方政府确实没通知老百姓 直接就把那个水库就泄洪了 淹死了很多人 包括那个二七那个那个铁路隧道吧 啊 地下隧道 包括那个什么 包括那个郑州的地铁 那很多人是死得很冤 但是这四川这事儿 我看没那么冤 对吧 人家都说涨水了 涨水了 那个拿着大喇叭再通知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 不听啊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也活该 真的 中国人就是啊 不听招呼啊 没有一种集体意识 没有规则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当回事啊 自己的这条贱命也不当回事 所以有的时候也挺可恨的啊 也挺可恨的 就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也没学会排队啊 对吧 你比如说原来我去那个什么呃 工商银行 什么交通银行啊 去一些银行 我要是一般我都提前去 那那也有人提前去 就是没没开门就在那都不排队 基本上都是每次我组织大家排队 有的人还不服 有的人还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有时候还跟我争吵啊 还有坐地铁 先出后进 站在车门两侧 有的人都坐不到 是吧 那会儿在北京有几个年轻的外地人 好像就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那个外地人的子女 有一次从顺义到那哪儿 到那个那个望京那个地铁啊 他们就是那样的 然后堵着车门 对吧 还有的时候那个地铁或者商场里边那个滚梯 你应该靠着一侧把另外一侧留给着急的人 是吧 包括在餐厅 这个别大声说话 那次在那个那个那个海淀清河镇第二炮兵司令部附近 有三个河南口音的女的 哎呦 那个那个清金暴露 脖子上清金 大声的跟着吼 在餐厅里边 我说你们那么大声干嘛呀 是吧 还有在那个昌平回龙观那个餐厅里边 人家都禁止吸烟了 还跟着抽烟 然后我一制止吧 那俩倒是北京人 跟我随时差不多 比我还大点 那是前几年 他们都得五十上下 有一个都过来要跟我动动手了 都来过来过来 瞪着我的手要跟我打架了啊 我们这边有俩人 他们那边俩人都要支不起来了 支不起来 撕不起来了啊 还有在顺义 顺义县城有一个饭馆 餐厅叫什么 红菜坊吧 叫红菜坊啊 一个体土 一个方啊 在那儿 北京市都禁烟了 然后他们还在那个包厢里抽烟 在我们隔壁 那包厢 都是那种简易的房子 是吧 那个烟雾都飘过来 那是一群外地人 那帮傻逼 然后我去提醒他们 哎呦 还不乐意 还不高兴 臭傻逼 他骂的 80%到90%的中国人 都是臭傻逼 都他们不值得同情 傻逼呵呵的 就跟畜生一样 没组织 没纪律 是吧 该听话不听话 俗话说 听人劝 吃饱饭 这帮孙子 你吃不饱饭 什么叫吃不饱饭呀 就是得死 对吧 你就是得死 你就是没地儿吃饭去了 你的最后一顿饭 傻逼 对不对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真的 就是该排队呀 控制音量啊 还有这个 是吧 你包括中国人凑一块 就叫什么这个这个 吃饭的时候 公筷 公勺 有的人就不遵守规则啊 我在巴塞罗那 也组织过华人在一起聚餐 二三十个人 给他们准备了公筷 公勺 不行 人一多 他就不守秩序了 所以中国人的层次 这个素质就跟一群蚂蚁一样 真的 就是说难听点 一群低等级生物 真的 这几千年了都没学会 当然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社会的根本性质 中国的文化 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用我的话叫根本性缺陷 商君书 御民武术 法家 儒家 是吧 反正甭管是谁 只要是跟统治者沾边的 上层建筑 也不把老百姓当人 老百姓呢 也自个儿不把自个儿当人 也自个儿拿自己当畜生